溜溜带来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我是刘大军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菲律宾 一直以来,群岛国家菲律宾带给我们的普遍印象是贫穷和落后 但其实,人家还是有过辉煌的历史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菲律宾经济最为辉煌的30年 那时,刚刚宣布独立的菲律宾经济发展迅速 是世界的新兴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之一 经济相对开放,外资不断涌入 美国在这里投资建立了很多工厂 许多世界级别的企业将公司总部设立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当时的菲律宾是和日本、缅甸并肩的亚洲最富有国家之一 是经济发展程度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 其首都马尼拉更是被外界称为小纽约 凭借着迅速的经济发展势头 菲律宾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 是公认的当时亚洲最有希望的国家 1982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然而好景不长 辉煌的时代也仅仅持续了不过30年 因为在国家各方面西化比较严重 20世纪80年代后 受到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及后来的金融危机影响 菲律宾的经济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而且国内时局动乱不断 腐败盛行 一直缺乏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 菲律宾人口增长近7000万 爆炸式增长带来了庞大人口 加重了国家负担 菲律宾真的没落了 而且跌得很快 再也不是那个紧随在日本后面的小猛虎 而是与其渐行渐远 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也将它远远地耍在了后面 走在菲律宾的街头 贫民窟是一道独特的吸引人眼光的景观 拥挤不堪的低矮棚户区 没有干净的水源和稳定的电力 但这里依旧人满为患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住贫民窟远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很多贫民为了生计 而不得已去住在墓地里 墓地周围形成的社区 也常常是人满为患 去年其国内有民意调查机构曾做过一份统计 在菲律宾 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国民认为自己处于贫穷状态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曾评价它是东南亚最失败的国家 超一亿人口面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飞庸在该国被称为民族英雄 因为他们出国工作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就业问题 还可以创造外汇收入 也有不少人调侃 菲律宾已经穷到靠保姆赚钱的地步了 尽管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对于这个国家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